大家好,我是TG House的荷西 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种种的牛奶排包 这款面包的特性呢就是你放置了几天还是软的哦 哪怕你是放置在冰箱里面,也依然柔软到你心坎里 首先我们来准备材料 先做一个中种面团 看过recipe的小伙伴呢都发现 中种面团大概占主面团的70% 对,这个就是面团柔软的秘诀之一 中种面团 现在倒入牛奶,糖,盐,酵母 注意一点哦,牛奶呢是需要分次倒入的 不用手揉面,就是用刮刀搅拌成团 这个中种面团需要挑战你的面粉最大细水量 后面的面包呢才会含水量大 也是柔软秘诀之二哦 现在面团是这种稍微粘手但可以成团的状态 之后呢就是放入冰箱冷藏12个小时 第二天我们再做 第二天我们拿出来 看看面团 你会发现面团会变大 拉扯一下呢会拉出很长 面筋呢已经初步形成了 这时候呢你可以转移到面盆当中 放入煮面团的东西 但是不要放黄油哦 我的面团呢中速搅打大概十分钟 就已经出现面光盆光 而且呢面团也有很好的厚抹状态 现在你就可以放入黄油继续搅打了 有新手朋友问问 如果在黄油状态当中发现面团有点干 可以加水吗 当然可以 但是有水量限制哦 15毫升以内 不然对于面团拉丝是有一定影响作用的 现在一道桌面检查面团 面团的延展性和手套膜都有了 那我们就来排气吧 之后呢来分团 我使用的模具呢是长24厘米宽18厘米的小烤盘 因为大家的模具不一样 我也就没有数分了多少面团 每一个面团呢需要擀长 用手按压接口处形成粘手状态 面团往里转圈往回收 现在封口 放入烤盘 封口朝下 就是这样 依次排列 完成之后呢 就是等待二次发酵半个小时 现在发酵完成了 比原来长大不少 刷上蛋液 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种黄金表皮呢 那你就需要过晒一下蛋液哦 千万不要偷懒哦 放入烤箱 175摄氏度烤15分钟 期间呢需要叼换一下位置 保证面包的上色均匀 出炉了 来看看我的牛奶排包 每一个接缝处呢 都是满满的拉丝 而且呢也异常的柔软 第二天呢早上我吃它还是软的 第三天也是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帮我点赞或是关注我 我是爱吃爱做的和C 我们下周再见